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代表是说其实我们的关心地方的大小事的这样的理念 持续的被我们地方的民众所认同了解跟希望来进一步的看到 也因此呢 孟凯邀请您诚挚的在这个 今天的这个时候呢 放下手边的工作 放下手边的遥控器 好好的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量级的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真的是在地方 我们说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啊 真的是国小的这个阶段啊 常常我们讲是说 国小这个阶段就会决定孩子的一个 人格的养成的一个很重要的黄金时期 尤其是孟凯现在也担任为人妇了 更会感觉到是说将来我的女儿 如果说要来进入国小的话 应该也要好好的帮他来看一下这个环境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淡水区 现在学生人口数最多的是我们的新兴国小 而这个新兴国小的校长 我们许文勇许校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许校长你好 孟凯你好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为我们乡亲来报告一下 我们新兴国小的一个现在目前的状况 对我们还没有面临 是应该也是有面临到少子化的冲击 但是目前新兴国小还是我们淡水学生数最多的一个国小 是的因为我们淡水目前因为淡海新市政的关系 所以人口不断的涌进 那再加上原本新设校的新市国小 他的学生容纳量也有限 那刚好我们学校面临的社区 有些也是新兴的社区 所以目前应该是有少子化 但是我们的学生人数却不断的在攀升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一直教室都有不足的现象 那为了要控管这个教学的品质 所以我们今年度也申请一年级的额满学校 那为了就是要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得到更好的学习的空间 然后更好的教学品质 所以在淡海国小还没有正式招生之前 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窘境 那也会做一个人数上的一个控管 是这样子的 这真的是跟我们其他的国小来面临到的问题比较不一样 对对对对 您刚刚有提到是说额满国小额满班级 对就是我们现在只申请一年级的额满学校 那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教室不足 我们必须要把班级数控管到一定的班级量里面 所以我们目前1080年度我们预计一年级只招生9个班 9个班 对那我们容纳我们考量了一下学区的人数 跟未来可能可以提供给新式国小那边改分发的人数 我们大概就是空缓在9个班的量 那维持在61班的班级教室的容量 重班级数 对对不然我们的教室会不够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考量 每一班现在 譬如说像这个一年级生 他有9个班 那每一班会有多少位的学生 我们额满学校每一班最大的容纳量就是34位小朋友 34位 对比一般没有额满的学校 一般没有额满的班级 大概都是29个人以下 那你如果申请额满的话 可能就是要34位小朋友 对因为我们也担心就读 没有办法就读新式国小的小朋友 他又要跑更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会提供一定的量给 没有办法进入新式国小就读 而临近我们学校附近的孩子们就读我们学校 是所以这真的是跟其他学校所面临到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浪 每个学校其实只要正常好好的发展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能够让我们家长托付的地方 那我们许文永徐校长其实呢 在担任我们新式国小的这个校长已经五年的时间 是不是可以先跟观众朋友来分享跟报告一下是说 您过去担任校长的这段时间 还有包括说您之前在屯山国小的校长任内 有对于我们这些儿童里面学童里面有做一些哪些 您自己的一个教学里面 OK好那事实上我自己本身也是新北市的子弟 我家住金山那从小爸爸是一个渔夫 所以一路考上师专那因为工费的关系就就读师专一路以来 那从老师组长主任到校长这一路走来大概三十几年的一个教学生 那在我来到新兴国小事实上我在新兴国小的时间是很久的 我从他创校开始我就在新兴国小 除了我考上主任被分发出去 然后考上校长然后先到屯山国小 然后再回到新兴国小我等于是三进二出这个新兴国小 所以对新兴国小的情感非常深厚 那至于担任校长之后我的理念就是在屯山国小 我发现屯山国小是一个非常有地方在地特色的 它有大屯西的生态 有农家跟渔家的一个不同样的风貌 那我认为在屯山那个精致的小校里面 它的学校的范围不应该被局限在学校里面 而应该扩展到整个社区 所以在屯山国小的一个担任校长过程当中 我是很强调跟在地社区做结合的 所以那一阵子时间我们也带孩子跟社区的发展协会 理办公室这边做了相关很多的一个搭配的一个课程 包含大屯西包含农村方面的一个课程 我们希望把学生的触角延伸到社区里面去 那至于回到新兴国小 因为新兴国小是一个比较属于文教区内的一个小学 而且人数非常多 那我们也善用我们淡水在地的特色 尤其是跟马杰之间的关系 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大专院校的资源 所以我们在新兴国小里面 我们非常强调的一个理念就是 我们莫道是他人子弟 皆当作是自家儿女 我们把每个孩子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宝贝来看待 我想这个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一个 非常共通的一个情操 也就是说我们老师是学校里面的父母 我们把每个孩子当作是自己小孩这样的来照顾 第二个就是我们非常强调的是多元化的发展 那我们新兴国小有一个名言 就是喜欢幻想的我就给你一片天空 喜欢跳舞的我就给你一双舞鞋 喜欢自然的我就给你一片森林 喜欢写作的我就给你什么诸如此类的 那所以强调的是多元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新兴国小我们非常强调培养孩子的关键能力 包含它的阅读力 国际力 然后健康力 资讯力 还有生命力 还有环境力 最主要是这六大能力 那在这六大能力之下 我们非常高兴的透过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在阅读的部分 我们得到全国的阅读磐石奖 然后在健康力的部分 我们推展了SH150 我们有很多的社团 我们有很多的运动的团队 包含我们有三项的重点 包含桌球 角力 柔道 这就是新北市重点中的学校 那我们还有乐乐棒 排球 还有这个其他的科学社团 很多可以让孩子去做选择 那我们也争取到教育部的 教育部的这个 一个乐活的一个建制 乐活教室的一个建制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柔道课程 得到第一届的标杆学校的殊荣 就是我们把我们学校这样柔道的一个社团 把它课程化 我们新兴国小的每个小朋友 从一到六年级都需要学习柔道的技巧 态度跟情意这样子 那包含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的部分 环境力的部分 我们学校目前是低碳校园里面环保局认证的最高等级金雄奖的一个殊荣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丰富建制的很多的那个节能减碳的设施 让孩子了解这样的节能减碳对未来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融入到他的学习生活当中 那还有我们的国际力 我们淡水 我们也参与我们淡海国际教育园区 那在国际教育这个部分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国际传来的活动 让孩子有跟国外的小朋友做实际的交流 不管是香港的或是非洲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教育 我们的生命教育 我们希望孩子都能够变成是一个有温度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透过很多的一些活动课程 让孩子从小在他的一个人际关系的部分 或是与人互动的部分 都能够能够关注到他的品德 关注到对别人的对别人的尊重还有生命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校培养孩子的六大关键能力的部分 是 哇许校长这样子讲出来 当然我相信您一定这些都是你过去五年 或是过去九年持续的在推动 或是过去三十三四十年教育工作者的一个使命 对但是真的是听他这样子很有系统的 再重新讲一遍之后会发觉说 如果我是这个学区的家长 我二话不说就想说明天就把小朋友送来 我们新兴国小 不过您刚刚有特别提到是说这个角力 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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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针对柔道的这一个项目来做重点的培养 您本身也有学柔道的经验吗 跟主任报告 事实上我们淡水区 我们淡水区各项活动都会非常蓬勃的发展 没错 那尤其是柔道 柔道我们淡水区的柔道 在柔道主委谢桂美兰老师的一个开拓之下 我们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 都有一系统的柔道选手的一个培训 那目前台湾很多拳中运柔道的好手 都是从我们淡水区这边出去的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就是说在整个柔道 像我们学医新国小 邓公国小 新华国小 都有在提倡这个柔道的运动 那在国中 郑德国中 还有主委国中 就是主委高中 国中部也有 还有主委高中 这样一体系上来 事实上目前来讲整个柔道 柔道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呢 在我们淡水区呢 是我们新北市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的项目 那我们的很多的小朋友 我们新华国小的柔道队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挑学生 只要你有意愿你都可以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是那种 在班上比较好动的 然后老师觉得他应该去发泄体力的 都可以来 那从里面呢 我们除了一些技巧方面的学习之外 我们更有一些武德 我们非常强调这个武德 所以让孩子从这个柔道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不但去学习到一些防身 一些技巧 甚至对与人相处跟团队精神默契的方面 也能够得到 更重要的是我们家长都非常的支持 我们学校的柔道角力队的后援会 我看是有史以来最强的 他们不但每次出去比赛都给孩子最大的加油声 然后也帮孩子筹筹这个比赛的经费 因为有时候经费不足 那筹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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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家长了解我们的 办学的理念初衷 并且进一步的 让家长从主力变助力 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们新兴国小这边的发展 柔道这个运动项目 其实不一定是说 我们要培养每一个学童 都变成是职业级的选手 但是就像刚刚校长讲的 你有武德啊 了解这个习武之人的 那种一个情操 跟这样的一个胸襟 也许之后你在念书 你在交朋友 你在人际关系 你在社会发展 也许都会有所帮助 对对对没有错 其实这个是可以 做学习迁移的 那我们会发现 事实上我们学校 柔道角力 除了我们得到家长的认同 跟支持之外 其实也得到我们学校 很多老师的一个支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 他有一些孩子 送到柔道队之后 他的行为改变了 他的态度改变了 变得更有礼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柔道角力队 在学校很受小朋友 老师跟家长 欢迎支持的原因 那除此之外 刚刚有跟孟凯林说了 我们不是只有柔道队而已 我们还有柔道课程 我们希望 新兴国小的每一个孩子 都会学会一些简单的 柔道的一个技巧 保护自己 防生素 那也从里面得到一些 品德方面 生命教育方面的陶冶 这是我们这个课程 之所以会得到教育部的 标杆学校最主要的精神所在 是 没错 就很多时候 我们曾经从国小国中 也当然 每个人都曾经国小国中过 也许 在国小国中的时候 有一些身材比较魁梧 或说比较这个 好动的 男同学 女同学 可能如果没有一个 适当的抒发 或适当的引导 也许他们就会 比较无心于课业 但是 如果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反而可以让他们自己有荣誉感 也可以让他们更加的学习到就是 强身健体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 也许它就会变成是社会上更有用的 我们未来更好的一个资源跟助力 没错 没错 所以在柔道这个部分 我们也强调他们的科业 不是说 像大家都有这个迷思 就是学体育的人好像四肢发达 头脑脚 没有 我们事实上学体育的人 是头脑都是非常聪明的 没错 他们可以从体育里面 得到这个大脑的开发 我许对他们未来的学习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对对 没错 其实校长讲的非常正确 就像国外有很多 我们在那时候 孟凯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 其实真正身材保持 越爱运动的 越热情的 洋溢的 有活力的 通常都是顶尖的学生 对对 那这一点真的是 其实运动跟智能 还有就是专注力 其实他都可以 透过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训练 不过 那后来我们再请教说 我们的校长 就说除了在楼道这个表现上 新兴国小表现非常的突出以外 那另外您刚刚也有提到是说 包括这个国际的这个能力 或说包括这些相关的 其他的几个部分 其实我突然讲到 我们现在学国小就要开始学语言吗 英文的部分 没有错 事实上在新北市 我们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学这个英语的 在过去活化课程 到现在未来十二年国教里面 还有一个校定课程的部分 都已经把这个英语的教学 纳入到整个的一个校定课程里面 那目前来讲我们新兴国小 也如有如图的在这个设计这个 108年新各纲的校定课程的部分 那其中我们就把英文这个部分的转化课程 跟我们学校的一个生活的愿景 和我们校定课程做一个结合 那当然事实上我一直觉得 就是说语文的教育 虽然国际教育不等于英语教育 但是英语的一个语言的教育 却可以打开它国际的视野 所以在这语言教学部分 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新兴国小的英语团队 其实他们都可以直接跟孩子 做全美语的这样的沟通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事实上他们的功能不亚于外师 但是他们有一个优势就是说 外师有时候在做这个英文 中文解说的时候 他有时候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婉转 但是我们中文的老师 却可以随时的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做这样的一个变化 其实让孩子的吸收能力 吸收的程度会更好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的英语团队的老师 是目前都是在着重这个部分 而且我们在英语教学的部分 我们有强调在节庆的部分 还有国家的部分 透过国家的文化的介绍 来让孩子扩展他国际的视野 对 那也跟国际教育做一个接轨 那我们新兴国小最近这几年 我们有香港的学生来做交流 我们也非洲的孩子来做交流 对对因为我们每年都有一个 透过ACC的一个团体 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和尚 到非洲去帮他们盖孤儿院 那教他们学中文 教他们武术 然后在每年年末 他们就会来台湾做巡违感恩之旅 那我们也希望把握住这个机会 让他们来跟我们新兴国小孩子做一个交流 对对我们已经有进行到两年 已经有进行到两年了 那透过这样的交流 让孩子彼此欣赏不同文化的美 对然后不同文化的精彩的地方 也建构自己的自信 也跟别的国家的文化做一个交流 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国际教育 我们非常重要重视的一环 对没错 其实透过语言 他当然不是说英文就是全部 其实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外国外国就是英文 其实当然全世界很大 但是英文绝对是一个通往国际的一条 一个钥匙一个道路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透过刚刚校长 特别讲到是 其实中师有些时候反而对于国小的学童来讲 中师会是比较合适 在于是说因为国小的学童 他连中文都还没有那么的完全的时候 你说要外籍的老师来直接跟他用 英文的沟通跟解释 其实某种程度上 可能还没有办法吸收那么完全 对对对 是所以这个也是 那我们现在从 您说从一年级就要开始学习 对没错 那还要透过国家节庆的一个部分方式来学习 对我们那个部分就是变成是 我们自己一个校本的特色课程 比如说我们从一年级 我们各介绍什么样的国家 什么样的节庆 这个部分我们都有一定的一个设计 对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规划 让孩子去了解不同样的国家 还有不同样的节庆 对对对 那是用英文的部分去融入去学习 那除此之外 当然有时候还有一些 我们其他额外的配合我们的一个生活 或是未来校定课程里面 我们的各年段的学习重点 去做了一些加深加管的一个学习 对 所以英语教学这一块 也是我们现在目前需要努力的去突破 需要努力的去精进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台湾的小朋友之所以 英语学的比较不这么好的话 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实际的环境 对 运用的机会不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形作那个情境 那给他们多一点的练习的机会 对 是 那校长 最后其实听您这样子的访谈 我觉得您的整个逻辑表达 都非常的完整 您本身是教什么专业的课 我在施砖的时候 我是自然组的 我比较喜欢生物这样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个人喜欢赏鸟 就是赏外面的野鸟 所以有时候在学校我就带着孩子去 看看我们校园里面的鸟 其实鸟在校园里面 它是一个小朋友另类的朋友 对 但是因为它比较活蹦乱跳 所以有些孩子看到鸟并不是认识它 只是说真的鸟鸟鸟 那透过我的简单的解说 他们至少对学校的鸟 都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 比如说都可以叫出白朵翁 红左黑杯 喜鹊 我们七系的时候 牛郎之女的那个喜鹊 其实透过一些引导 小朋友就可以吸收很多 也增进培养他们的观察力 来关注校园 知道校园的美丽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心心骨小 现在木棉花正开着 那一大早就有很多的绿秀岩 很多树雀 很多白尾八哥就来找东西吃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那实际上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教育 让孩子学习到 怎样去尊重生命 怎样去跟这些美好的生命 大家和谐相处在一起 我觉得心心骨小就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美感出来 对对对 其实看到我们许校长这样子就说 还可以带小朋友学员 就共同去了解鸟类 我就突然发觉说 我以前的国小的校长怎么没有那么亲切的感觉 还是那个时候国小真的看校长都觉得说 哇真的那个距离是蛮遥远的 不过我相信许校长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让带小朋友共同的去看这个观赏鸟类 或者说了解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 然后以及包括说您刚刚也提到说 在屯山国小的时候 就已经把要求学生把我们的触角往外延伸 不要只是局限在校园里面 对对对对 所以最后简单的两分钟时间 也是在请教许文勇学校长 就说那接下来在心心国小的规划上 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短期中期之内 还会想要再推广什么样的项目 OK 那心心国小已经是成立将近30年的一个学校 那很多的硬体设备 很多的校舍 还有很多环境都急需要做改善的部分 所以目前来讲透过同能力的努力 我们已经争取到所有的屋顶 我们都架着这个斜屋顶 就让它隔热防水 还有我们所有的厕所都已经申请到 已经整件好三栋 只剩下最后一栋 那今年也成功的争取到了 那我们的厕所每一栋都有特色 鸟类蝴蝶海洋 我们接下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厕所 我们把这些硬体的设备把它建构完整 让孩子在至少他的生理方面 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需求的满足 那另外就是我们教室里面的设备 包含专科教室里面的设备 还有整个学校校园的环境的一个整理 我们希望每个校园的每个地方 都可以提供给孩子 跟老师做教学方面的一个使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 金雄级的那个地摊校园的认证 我们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学问在里面 透过老师的设计 可以引导给孩子做发现 那在中期的部分 我们除了校舍建设完整之后 当然就是软体的部分 我们希望对于老师的教学 能够更精进 尤其是12年国教 108年度 108学年度即将上路了 我们在这个逐年时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课程 再重新架构 再给它精致化 然后让孩子真正能够学习到素养 所谓素养导向的课程 学以致用 让他们知识是活的 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那希望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是未来我们中期要发展 那在长期的部分 我们希望培养孩子就是 有自信 能尊重 会创新的21世纪的新兴儿童 哇 真的 新兴国小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认真努力 负责的校长 我相信真的是我们 可以让很多家长都很放心 那今天感谢我们许文勇 许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希望好所在 就继续为大家发掘更好的 我们在第一线 为大家服务的优秀的人才 下个礼拜 有时间 我们再会咯 我感谢您的观看 每个孩子都是指头 现在 怎么处 我做不得 我做不得 那在这个部分 刚才 我做不得 啊 我做不得 发演 字幕志愿 我提醒 others 现在 我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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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